下面我来接着讲勾对角 勾对角在打羽毛球比赛当中应该说作用很好 就是对方的直线球过来的时候 你采用勾对角的技术 能够大面积的调动对方的位置 创造进攻的机会 那首先我们来讲正手勾对角 正手勾对角第一 接球点要抢得高 尽量能够在高点接而不要放在低的点 握拍正手握拍 拍面向着对方的那个对角的位置 上完了以后 手指和手腕力量基本上用的要小力量 不要用大的力量来这么去击球 而是把球这么拨过来 拨到对方的右边 正手勾对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用大臂和小臂大的力量 一定要用小关节的力量 主要就靠手腕跟手指在碾动球拍 往里拉 而不是像后场机器人去打这个球 正手勾对角时 靠前臂稍内旋往左拉收 手腕随之内收闪腕 挥拍波击球 这个很高养的角度 因为这个很高养的角度 还能放得下来 当然是把图类子把 练习时要注意使用手腕手指 碾动球拍控制好球的落点 反手勾对角 首先握拍要转过来 用反手的握拍 拇指从这边转到宽的拍面压住 完了在击球的过程当中 用手指和手腕的小力量 而不要用大力量 用大臂去带动 拍面稍微有点倾斜 完了球过来以后 手指向下向回碾动 大臂和小臂基本上不动 主要用手腕跟手指 用手指来控制 够对角的力量 好 下面我做一个示范 反手勾对角 是用球拍波击球脱的左侧后部 击球时拍头略向下迎球 然后变为拍头向上击球 练习时注意 击球点要高 并控制好球的落点 正手被动的勾对角 跟主动的有点区别 就是说 机球的时候 拍面不要往下拉 因为机球点比较低了 所以向前用得多一点 向前向对角的方向用 而不要向下这样拉 因为机球点比较高 下面我做一个示范 被动勾对角 是在来球落点较低 较被动的情况下勾球 此时拍面要略朝上一些 避免回球下往 反手被动勾对角 反手被动勾对角 拍面也要略朝上一些 避免回球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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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少继续下往